作词 李文章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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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缓之当空 恩怨秀怀 舍无厘米 流程不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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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石 潘石 你终于醒了 风铃 火烧藏金阁 谁救我出来的 是杨岚 杨岚 嗯 怎么会是她 我也没有想到是她 我本以为她是冷冰冰的 没有人情味 没有想到她是刀子嘴豆腐心 她为了救你 就让火烧藏金阁受失门酷刑 潘石 你想办法救救她 单独师叔因为火烧藏金阁的事 让她受七剑断脉之刑 七剑断脉 嗯 那是什么 就是用七饼有灵气的剑 打断人的经脉 是非常严重的刑罚 何时行刑 就在今日 在后山刑罚场 孽徒杨岚 你竟敢纵火焚烧藏金阁 今日 叹你七剑断脉之刑 来人哪 行刑 请慢 我愿替她受刑 丹同师兄 此事因我而起 我愿替杨岚受刑 你走吧 谁要你担 你火烧藏金阁 是因为我 这行 理应让我烧 少往脸上贴金了 我烧藏金阁与你何干 这区区七剑断脉之刑 我杨岚受得了 大胆 刑场之上 岂容得你们仨也 刑罚乃门派作定 岂是你这石头 想代受就代受的 速速离开此处 否则 不要怪我大刑伺候 继续行刑 石头 极签 力Fire 分手 机会 刑云 督 za 百慧雪 醒醒 给我住手 你再把我 谁敢再动我妹妹 我就要她死 扬言 这是万空山 不是你的官将口 扬岚是我万空山的弟子 万空山执行闻规 与你何干 有没有关系 问这把穿云刺月刀 不得无礼 扬言 你说你救了人就走啊 你现在搞成这个样子 这可怎么收拾啊 师主 扬言 当初九天门一战 我万空山并未出手 可并不代表我万空山 可以任人欺凌 好 我希望今天的事就此而过 恰不为例 徒儿 是不是有什么话 要跟为师说呀 都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不肯教我行者道 我就不会去藏经阁偷书 杨岚就不会因为救我受刑 你若不肯教我 又想让我死的话 为何收我为徒呢 徒儿啊 你觉得你觉得修行之路 应该是一帆风顺是吗 应该没有痛苦和伤心是吗 为师 让你学悟者道 是有道理的 你偏要学行者道 如果你想提升自己的修为的话 就去找能够帮助你的人 如果你修成了 才可以保护自己 才可以保护 你想保护的人哪 你不肯教我 弟子明白了 去吧 弟子告对 小心烫 小心烫 你没事吧 杨岚姐 杨岚姐 你哥就在外面 要不让他帮你肚瘀疗伤吧 至少可以帮你减轻痛苦 我现在谁都不想见 那我去帮你劝劝他吧 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啊 杨岚 杨岚肯见他哥哥了吗 问话呢 你妹妹的态度很坚决 恐怕是铁了心 不愿意接受你的帮助了 现在他有伤在身 你们还是别逼他了 你就再去骗骗他 他一个人遭了那么大的罪 他怎么能承受得住呢 去 去去 凤凌 不用了 我知道了 多谢姑娘 这 林渊兄 杨岩带舍妹赔罪了 给你添麻烦了 杨兄 你千万别这么说 你把你的妹妹托付给我 是我没有好好照顾的 我说有什么无稽化身大法 好不容易把他骗到了万空山 可是没有想到 却没能拦住他做傻事 说实话 我真的没有脸见你 这七剑断脉之苦 如果全数尽了的话 至少损失三百年的修为 幸好你及时来了 免了他的第七剑 还是可以痊愈的 只是这段时间 他就没法施法了 杨岚肯定要受不少的苦啊 此番兰儿火烧藏金阁 太过放肆了 舍妹从小没了爹娘 我又太过溺爱 才会有今日之火 让凌云兄费心了 好了 好了 杨兄 能不能别这么正经啊 老这么正经 恐怕咱俩连朋友都做不成 凌云兄 大安不延线 时候不早 我该回去了 别啊 别接着走啊 要不这样 去我那儿先坐坐 说不定 这杨岚醒过来了 就原谅您了 不了 兰儿心中有愿 见了也未必是好事 何况天天的鹰犬 时刻都在盯着 若是离开太久 怕是要惹怀疑 你就是太固执了 只是杨兄 我一直想问你 这些话 你就不能当面 跟他说清楚吗 有些事恐怕 他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 他要怨我便让他怨吧 只要他能活着就好 好吧 听你的 我送送你 我先走了 帮他 你送他 帮你去 帮我看着 我去尽药 好 虽然我的修威美你高 但这段日子 我的修威有所进展 让我帮你疗伤吧 不必了 这药请你交给兰儿 可以减轻她的痛处 还能尽快煮她痊愈 你就说 这是你练的丹药 别告诉她是我给的就行 你练的丹药 你练的丹药 那你比你离开 还能让我看 你练的丹药 你练的丹药 我看你练的丹药 你练的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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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天啊 真是残忍 我该回去了 岳帅 征兵令已发往克大前山 征兵事宜 驾进准备 天后 准备一下 修改新的征兵条例 我亲自到昆仑山征兵 是 岳帅 必想接招 北辰 参见陛下 免礼吧 岳帅 岳帅救我 我与韩威仙子 救我半点儿女私情啊 岳老成报 天内与仙俄宫仙子韩威私定终身 因缘成形 指月术开花 天内是你天和君的天将 朕叫你来 就是供神辞私凡案 拿到了分析 只要我施法 心中想着那人 便可以找到那人所属的红花 你还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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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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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将知错了 岳帅 神仙动情 若说方都是神仙 天庭只会成天位 尖高的一方 白来 我一个上仙 怎么会为了一个区区小仙 而知法犯法呢 岳帅 不是一时被迷惑 才会犯下如此大错的呀 岳帅 陛下 陛下 追尘保证 日后绝对不会再犯 臣愿意自断情愿 求陛下给臣一个 悔过的机会 罪臣一定痛改千妃陛下 陛下 陛下 天庭有天庭的律法 触犯法规 尤其是认罪 就可轻易饶恕的 甘请陛下言成天内 袁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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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袁帅 我不想死啊 袁帅 我将不想死 袁帅 都是汉危仙子诱惑我 我是一时被迷惑 才会犯下如此大错的 袁帅 蓝子汉大丈夫 敢作敢当 你既与汉危仙子两情相悦 此刻 又怎可将过错推卫于他 袁帅 我说的都是事情 都是汉危仙子诱惑我 还哭是烂 两情不渝 一切都是假的 明明知道是禁忌 却还非恶扑火 曾经以为 就算是被贬下凡 也会相依相守 白头到老 没想到到头来 却是我痴心错付 我真是太傻了 不要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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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不要学我 我太傻 阿妹 断情刀自毁 灰飞烟灭 一方身死 因缘断去 陛下 因缘虽断 但天内月术花开 已犯天条 断无饶术之理 陛下 太白既兴言之有理 既是花开 便是二人皆可定罪 虽然一方已死 但未皆高者 仍应予以惩罚 恳请陛下 仍应予以惩罚天内 北辰 你有合一 因缘已断 还请陛下念在天内 五百年来 为了天庭 立下汉马功劳 尽忠职守 给天内一个 戴罪立功的机会 此 如此 朕就依你依 饶天内一命 但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朕将天内交于你 全权处置 是 谢陛下 谢陛下 谢元帅 尊敬的北辰大元帅 今日天内 是因为你的求情 才逃过此劫 但是你要当心 下一个 说不定就是你 毕竟 岳树花蕾 都长出来了 是不是 真到了那一天 又有谁 能为你求情 北辰元帅的枝丫上 只是花蕾 誓开誓谢自有定数 兴君 咱可妄加定论 我到底是不是妄加定论 走着瞧好了 走着瞧好了 这算是出事 这算是出事 这才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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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才不想 这才不想 你再想 那才不想 天道裂变 吴吉通子 参见师父 你们二人速去西流之州 监视万空山 山内有什么异样 立即回报 是 师父 这是天庭天地特使 给师父送来的穷江和天桃 说是给师父祝寿用的 师父 天庭给师父送礼 看来还是很倚重师父的 这特使还在外面 这里咱们可要收下 收下吧 是 师父 这是杨炎 托人送来的玛瑙宝玉 说是为了上次万空山的事情 赔礼道歉 您看怎么处理啊 这杨炎大闹我万空山 把丹童师兄打成重伤 他以为随便送点玛瑙宝玉 就可以一笔勾销吗 人家这不是救人心切吗 救人心切就可以无视我万空山 他若真有诚意 就应该亲自登门赔罪 亲口向丹童师兄赔礼道歉 这里啊不收也罢了 他打伤了丹童师兄 丹童师兄不是还打伤了人家的妹妹吗 一脚抵六剑 我看啊 咱还占人家便宜了 好了好了好了 不要再整了 此事就此结果 今后谁也不许再提了 那杨炎与天庭的关系甚是微妙 我万空山 不须一两驾发声过节 杨炎的礼也照单全收 是 好 退下吧 是 师父 是 师父 是 师父 来 来 天道立边 这个平空出现的石头 我真是天道烈变的变数啊 天道石 天道石 清风 到底想传递给老夫什么讯息啊 天道石 太累了 谁 谁在那里啊 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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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长救命啊 县县长 县县长救命 县长救命 县长救命 县长救命啊 县长救命啊 怎么又是你们两个 我不是让你们下山去了吗 怎么还留在万古山外啊 求县长救留啊 下了山 少有寻天家 少有葛上有我 我的早晚也难逃一死 是啊 是啊 还有那个恶女杨兰 我怕我们一出山 就又被他抓回来杀了 求大仙收留我等 给我等一条活路 求大仙收留我等 给我等一条活路啊 这 我 我只是一个弟子 我怎么可以 擅自收留外人哪 你只需与你那寻善的 同门师兄弟 知会一生 我等安神山下 只求一个容神之所 绝不与县长添麻烦 来生 不 今生愿为县长做牛做马 求县长成全哪 求县长成全 你成全 你成全 我没这个权力 恐怕帮不了你们啊 先长可怜可怜我们 不得我们才同意死啊 好了好了 你们别哭了 我爸那么想想办法就是了 谢谢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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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教班的任务 第一步已达成 第二步便是 在这万空山外 撒下这戒杀 戒杀联城结界之后 只要由任何生灵 进出万空山 我们都能知醒 要有这漩涡境 可以监视万空山内动静 由此一来 便万无一失 让我能知 怎么像伤人 许臣 无极圣尊 派无极童子 在我万空山外不熟 可他明明知道 无极童子的行踪 瞒不过老夫 他到底 异于何为呀 丹童青云 参见师父 青云 你协助丹童执掌万空山 加强万空山警戒 是 有客来了 弟子立即下去安排 都在各自警戒的区域 明白了吗 我本是咸语也贺 不爱管事的 多亏有你的协助 才让我把道观 打理得如此顺利 要不然呢 要我一个人管这道观 这吃喝拉撒的 估计我早就逃了 哎哟 哎哟 丹童师兄 我原来还以为 你很愿意管理这道观呢 那多享受啊 要是哪个徒弟不听话 整这一顿 断个筋脉什么的 多威风啊 你皮咬了是吧 我堂堂凌云封上凌云阁 凌云阁里凌云子 大仙级的人物 我怎么能欺负这伤残人士 你 秦鱼师叔 秦鱼师叔 风凌 这心静活了的过来干什么呢 找我有事啊 秦鱼师叔 我想请你在万空山 帮我安置两只小妖 让她们有弃身之处 她们实在太可怜了 如果我不帮她们的话 她们会死的 赵错人了吧 这安置小妖的事你找我呀 你看我凌云阁里面 我收的那些徒弟全都是妖怪 这两个我收下了 我收他们为徒了 我跟你说啊 人和妖 那是有隔阂的 你让清云师兄去 留妖怪当徒弟 你这不是为难她吗 我跟清云师叔说话呢 清云师叔 可不可以呀 风凌啊 你看 竟要能让这两只小妖 在这儿待得住 又不能因为它们的存在 而影响了万空山的安全 同时 还要规避开这些 法阵密集的地方 你觉得哪儿合适啊 师叔 你这是答应了 这样 你选个地方 拿着我的令牌 你去安置 我觉得 这里最好了 好 好 就是这儿 去吧 多谢师叔 你再考虑一下 不是 请 这儿 凌云师弟 你不是说 你带小风铃跟徒弟似的吗 怎么今天见了 就跟仇人见面似的 师弟 你怎么能 每天往自己脸上贴金呢 别白费力气了 别白费力气了 我早就告诉过你 强行突破是没用的 杨岚 火烧藏金阁 出手相救 因为我 受了七剑断脉之刑 我这个人哪 从来不欠人人情的 你若有所多 不必了 火烧藏金阁本来就与你无关 我有自己的考虑 况且如果你死了 是无法兑现承诺的 你救我 就为了想利用我 不错 我现在有个好方法 不知道你敢不敢试 条件是什么 上次你没有杀妖 所以交易不作数 这次就当做是 上次交易的实践吧 我可没说我们的交易继续啊 这次 我不需要你兑现什么承诺 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 你会答应继续和我交易的 那这次又是什么方法 藏金阁的书中 记载着一个方法 你偷看过藏金阁的书 一个小小的藏金阁 我扬岚来去自如 该懂得我早就懂了 这些废物 烧得也就罢了 不像是你 把藏金阁当成是一个宝 守着那堆废物 该不懂的还是不懂 也对 我这个刚修行者道的修为 哪比得上你这修了 这一千年的误着道啊 你无所不知 那你倒是说说 是什么好方法啊 跟我来 你就明白了 藏金阁的书中 记载着一个药方 可以将宁神境突破到纳神境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狼牙草 但这狼牙草 只有这谷中有 不过这傀儡谷极为凶险 生死难测 如果你想放弃 我不会拦着你 我一定要突破修为 这个险我必须冒 很好 不会 根本没能够 啊 还好 没事 放开 谁允许您冒犯我的 臭石头 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 要不是留着还有用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那 我 我没有利用价值 你会怎样 杀了你 那 我还要感谢你 你看中我 想利用我 才命不该绝 既然你不想杀我 那能不能高抬玉手松开 您这样掐着 我就算不死 也少半条命了 不要 你要不是还有利用价值 就是个臭石头了 鸡 奔石呢 去哪儿 好 算了 我就在这儿等他回来吧 反正他也要回来吃饭的 还能回来啊 潘石去哪儿了 潘石 潘石 潘石你在哪儿 杨兰 杨兰 石头你在哪里啊 杨兰 小枫灵 灵月师叔我跟你说 潘石他不见了 我找了他一整天 不是 我也没什么事呢 我问你这石头姓什么呀 姓石呀 我看 他姓矣 他是一个野石头啊 他无法无天啊 所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只有一天不见 那算什么呀 糟了 杨兰也不见了 石头不见了 杨兰也不见了 而且还是同一天 一天有十二个时辰 九十六克钟 二百八十八炷香 原来有那么久的时间 坏了 杨兰不会出什么事吧 还是 还是 走走走 我跟你一起去找他们俩 不是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找人去呀 走吧 杨兰 潘石 师兄 师兄 找我何事啊 什么事 这杨兰和小师弟 一天都不见了 四处都找不到 是不是你把他们给抓了 要是你把他们给抓了 赶紧给放了 要不然惊扰了师父 你威胁我 我接着非揍得你师父 都认不出来 师兄 师兄 你动手啊 师兄 你动手啊 怎么了这是 师弟 师兄没有抓杨兰和小师弟 你误会了 误会 误会就误会吧 那你 你解释一下不就完了 动什么手啊 你一动手 我当然以为你默认了哦 你目无尊长 你还有理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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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着急吧 别吵了 当务之急 是要先找到小师弟和杨兰 他们毕竟是我们万空山的弟子 不能这么莫名其妙地丢了 更何况 这是特殊时期 驱动驱信 在 在 立即通晓全关弟子 全力配合封灵 一起寻找小师弟和杨兰 是 师母 快 赶紧走 咱们赶紧走吧 赶紧走 追着 这些奇奇古怪的 找了半天 这狼牙草的影子都没见到 这儿真有狼牙草吗 经书上这么记载 爱信不信 干嘛 好像有东西飞过 往那边走吧 师叔 师叔 徐进 徐动 你们是不是找遍了所有的地方 没有发现人影才过来的 是啊 师叔 师叔 你是发现什么了吗 仰赖和小师弟 有可能下了傀儡谷 师叔 师叔 这是我平时给盘石擦汗用的手帕 盘石他一定掉到傀儡谷去了 师叔 师叔 你是有所不知 天地鸿蒙初开以来 经历过两大截难 一个就是巫妖之战 还有就是风神之战 这傀儡谷 就是当年巫妖之战 所留下来的古战场 谷内亡灵阴气未散 而且 这傀儡谷是量结成 里面的形式变幻莫错 也说是你和我 就连师父都难以进化 因此 这傀儡谷就变为禁定 防止别人贸然进入 还是 冯灵 冯灵 你这丫头 冯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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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灵灵 冯灵灵 你出来啊 潘石 你赶紧出来啊 潘石 你赶紧出来啊 冯玲 你怎么来了 潘石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好害怕你一个人有危险 别怕 我没事 没事就好 潘石 我们赶紧离开这儿吧 明月事实说这儿特别危险 走 怎么了 杨岚姐 你们怎么都来傀儡谷了 冯玲 我们来傀儡谷 是找狼牙草们 在突破纳神经的药方里面 必须要有这位药物 而狼牙草只能在这里找到 如果找不到的话 我绝不离开 潘石 修炼有那么重要吗 比命还重要啊 你为什么要那么着急 着急突破修为呢 因为我一旦后退了 就会彻底失去前进的勇气 好吧 妈 我累下来帮你一块找 狼牙草我在藏经works看到过 我帮你一块找 我们分头找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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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